哈囉 大家好 各位 好 我們現在在公館這邊集合 這裡就是水源廣場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集合 等一下集合就不能到了 然後我們就出發 然後我們今天會從水源廣場這邊走符合橋下去 練這合體騎到東野山 然後再繞到腳板山那邊去河濱沙 然後我們剛剛騎河濱過來 很多人在練習跑步 超酷的 然後我們今天有我們的隊長 阿東 Francis跟他朋友 Brian跟他朋友 還有Titan 然後另外一組他們直接到三峽那邊 去做集合 因為他們比較不順路 我們現在在新月橋的 等一下我們的夥伴 欸 看起來他們來啦 然後我這次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會教大家怎麼樣防曬 然後還有我騎車這兩年來的心得 等我 好 你知道我今天帶大罐的就是 要教大家怎麼防曬嗎 哇塞 有沒有人有心 有有有 就是要 那我們下一站就Seven啦 好的Seven 走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蘭 美樂他們從公館那邊出發 然後我現在在Seven 三峽加天門司這邊等他們 那我330計畫呢 已經踩開了將近兩禮拜的時間 今天的目標呢 是Z3 38分鐘 然後Z1 31分鐘 那今天呢 就用外騎的方式呢 來 踩這個課表 來看看我們今天穿這個一樣的車椅 耶 你們看我今天的造型是Windows桌布 真的耶 你為什麼穿第四的褲子 有點搞笑 我會覺得今天很像Windows桌布 我就拿來穿 欸不對 聲音錯了 嗨 這是Z3 偷欄組 迷路的人 這是迷路了 迷路的美樂嗎 對 嗨 迷路的人 是啊 教練 對 教練 教練好 他女人家應該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 開車了 開車了 剛剛有人說要不要改 改機體 我要改機體 好熱喔 這個熱度可以結束了 3 3 2 2 欸 你看 好噁心喔 你真的太誇張 你是秀套了吧 我還跟汗水弄在一起 好噁心 那我這怎麼 演樣呢 我們要出發了嗎 我的車把我丟掉了 謝謝 好了 我們 我們直接東演三劍嗎 各位 我們今天東演三劍喔 對 欸我們東演三劍喔 一演三 我有看到 知道路了 路了那個什麼 就是 然後有個橋 有個橋 打き球 你一 rés 平成三 你一張 還有一句 Motors 你有什麼 讓你站在安裝 你要 einfach 有些 有一呀 這 chluss 我們現在前往東遠山的方向 然後我們在中間前面也有一些人騎過去了 然後還有後面的人 後面還有人嗎 沒有吧 出門囉出門囉 慢慢騎就好了 前面大神團我們先走了 拜拜 快到好快喔 我跟錯團了嗎 好累喔 這裡有人一直在喊餓 你沒吃早餐喔 有這個麵包啊 黑眼豆豆啊 小心喔 這個黑眼豆豆啊 我跟他這邊喊 對 沒有帶東西出來 沒有 現在這裡坑度十二吧 好累喔 好累喔 上次騎到感覺沒這麼累 好熱喔 快到了快到了 現在快要騎到涼平了 還剩一點點路 那最後這邊呢 他也是比較緩一點 所以 比較好騎 那現在快到了 上次都沒有騎那麼多 然後我們的隊友大部分都上去了 然後還有幾位靈心又在我後面 跟我一起 好累喔 我覺得我們 因為大家一起騎車最高興的就是 有一些網友會一起來參加 然後就一起玩 然後騎一騎我們就會見到朋友 我覺得很棒 然後 就跟大家一起騎車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不管騎得快還是騎得慢 大家一起運動就是很開心啊 好累喔 到了到了 今天真的好熱喔 然後這裡很熱鬧 然後他們都上去東野山了對不對 對啊 你要上去嗎 那邊還有多遠望 很近 寬寬的 好啊 那再上去吧 今天特別熱 對 你看他們也是 跟他們的朋友們一起騎很開心 對啊 那要在這裡等他們嗎 我跟三人可以先上來 比較慢 那你們先上去 這裡有無蟲 好啊 你先上去吧 那你跟他們說 到了 厲害 然後這一段就是比較緩脫了 對 前面就到了 好累喔 到了 到東野山山 遊樂中心了 好餓 我家會給你吃了 對 要不要吃鹽糖 恭喜恭喜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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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趕快等 我先打了 打卡 然後打卡 妳要等他們嗎 在打打 趕快拍 好累喔 那邊卡住 去那邊卡住 可以嗎 去拍 那我們先拍 好累喔 拍拍像一結合必殺了 對不對 好啊 走走走 快追來一結合 all night 好,我們剛剛從東野山那邊滑下來 然後現在往前面直走 去叫板山和平沙了 有這麼多人了吧,看看這個人潮 真的好熱喔 還好我們的車友先到了,先幫我們拍 還好熱 有騎得快的車友真好 我看你今天真的很累喔 熱喔 你的腳踏身跟熱板全都是你那個 防載的汗 好,那我們現在騎完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回家了 然後我們這次呢,騎了七十幾公里 我從公館出發騎到東野山 然後再到腳板山 這樣是七十幾公里 可以看我的Strava上面有 然後爬升多少? 990 爬升是990 然後我的移動時間是4個小時多 那我這次呢 防曬狂噴 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然後又很曬 騎到了大概八、九點之後 就非常曬了 所以我就用噴的防曬 然後我這次帶大冠 因為比較多人 我想說大家可能就先沒插到防曬了 我自己的話 自己只帶小罐的噴 然後補的話就是用噴的 然後其實在家裡也是要先 擦好防曬爐的再出門 有噴就比較不會黑掉這樣子 然後像我今天也是沒有黑掉 可是流汗的時候 就會 因為騎車流汗的時候 就會黏髒髒的東西 或者是防曬露掉了啊 什麼的 就會髒髒的 然後可能是回家洗一洗之後 覺得又好 就不會覺得黑掉這樣 好這就是我防曬的分享 好那我這次又約大家一起騎車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可能在網路上會互動的一些車友啊 然後這一次可以一起出來 網友見面會這樣子 變成朋友這樣子也是蠻不錯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聊一些 像是騎腳踏車啊 或者是隨便亂聊啊 就覺得很好玩 像我們這一次 就是有一些是比較高強度的啊 然後也有像我這樣子是比較輕鬆騎的 然後大家也都可以一起來騎 我覺得不管是你的程度是厲害的 或者是像我這樣子的 那主要大家就是一起騎一起玩 就是一起享受一起騎車的樂趣 好那我們之後還會有一些騎車的活動 然後也很期待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騎車 一起網友見面會 好那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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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拍攝你的影片 感谢观看